自来水第九区管理处成立了松原一郎第一档的展览 特别邀请到花莲县诗书画协会的创会会长李建盈 举办了春运墨新书画各展 展出了30幅书法和彩墨作品 搭配着松原别馆百年老松的自然景观 是一处充满意境的艺文展演场域 喜欢艺术文化的民众千万不要错过了 自来水第九区管理处有百年老松 充满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 水公司更打造了文化园区设立松原一郎 提供花莲在地艺术创作者一个展演平台 也营造了优雅的艺文空间 松原一郎第一档展览 特别邀请到花莲县诗书画协会创会会长李建盈 举办春运墨新书画各展 在二楼展出的是整套的书法 就是一幅全开 然后旁边两幅对联 就相对这样 就是三幅的书法是一整套这样 总共展出有六套吧 然后还有零零星星的作品这样子 那一楼是展出彩莫展 那彩莫展的话 还有搭配一些我的教材 就是让学生临摹 所以就比较不怕脏掉的 我上面有一层护膜这样子 那因为我这一生要感谢很多 来扶持我的一些老师 所以我会有这种成就都是要感谢这些老师 书画家李建盈的春运墨新书画各展展出了三十幅传统的草形 粒转甲骨文书法 还有彩莫作品 典雅的书画作品搭配了百年老松自然景观 是花莲市区新增的一文天地 李建盈的书画各展展期直到4月7号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前往参观欣赏 介络会幻视报导